主席 我支持周文港議員提出的 調整股市、樓市政策 增強發展動能的議案 雖然2023年隨著疫情過去 社會亦逐步伏上 但是在2024年香港的經濟環境 都是面對各種挑戰 特別在樓市和股市兩方面 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 就現況推出不同的措施 作出回應 強化香港市民、環球投資者 和企業對香港市場的信心 以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國際競爭力 首先新聞黨早前向政府 遞交了2024、25年度 財政預算案 亦都建議了政府就樓市全面撤納 即是撤銷買家印花稅 和新住宅印花稅 目前全球仍處於加息周期 樓市是交投淡證 現在買家印花稅 和新住宅印花稅的安排 都未與時並進 雖然施政報局亦都說 將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 由15%下調至7.5% 今天我們立法會亦都討論了 但這個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 所以撤銷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 能夠減輕有意自業者的經濟壓力 亦都會提高他們自業的意見 有助於促進樓市、交易和穩定樓市 從而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動力 我們亦都提議特區政府 研究下調股票印花稅的空間 雖然去年的先證報告中提出 股票印花稅重新下調至買賣 雙方各付0.1% 但並於11月通過了立法會議的生效 但看回現在全球主要股票市場 只有香港要求買賣雙方繳付印花稅 而內地都是在2023年的8月 已經將股票印花稅下調至 只有向買方收取0.05% 而香港仍然要求買賣雙方 都要付0.2%印花稅 所以政府應該檢討現在措施成效 研究未來是否有空間 進一步下調股票印花稅 以刺激股票市場交投 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近年內地亦都傳出一系列 關於舊市措施的消息 包括設立規模約2萬億元人民幣的 股市平準基金通過不同方式投資A股 或者是通過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是中央匯金公司 向A股投資至少3千億元人民幣的本地資金 其實特區政府都可以考慮這些方式 指示金管局調整投資組合的成份 增倍一定的份額 例如5%的投資在香港的股市 購買優質上市公司的股份來收股息 特區政府可以研究定立派息比率和市盈率等 其中基本條件作出選擇 以確保投資風險可控 另外認為政府更加要採取多些 推動股票市場多元發展的措施 證監會雖然在今年1月1日落實了創業版改革 實施簡化轉、主板、機制和取消 強制季度回報等措施 但這些措施只是重推過去的安排 實際上未有解決JAM定位不清 和投資社信心不足的問題 所以政府更應該深入檢視 現在創業版的發展潛力 研究設立新版塊的可行性和利弊 以提升企業在香港上市的意願 並且要確保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創業版 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新三版 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科創版有效分工 發揮優勢互補作用 吸引全球優質企業來香港上市集資 最後我建議政府要繼續支持金融創新 特區政府在近年 亦對金融創新大力支持 並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尚有改進的空間 自從2021年設立了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機制之後 發展情況是可以更加好的 所以我建議政府要放寬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緊限於專業投資者營購和買賣的限制 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下 容許一般投資者參與 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給廣大投資者 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香港 增加香港股市的流動性和活力 總括而言 現在香港的樓市和股市是面對極大的挑戰 所以政府一定希望接納我們新聞黨提出的建議 確保香港經濟未來發展能夠持續穩定成長 多謝主席 謝謝 谢谢大家